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斯科随后宣布退出 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 51岁杰克森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达成拜登总统继选承诺 不过最高法院仍维持三席自由派 对上六席保守派 美国政坛高官接连爆出染疫 继司法部长 商务部长之后 华府市长已经预计访台的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也确诊 日本毕业注感染迅速上升 两周增加三成 其中10到29岁增加最多 但年轻人第三季接种率又过低 现在Omicron出现XE的新变异株 是由BA1和BA2结合重组而成 二物开战黄金价格持续走高 大陆出现新兴金豆投资 一克黄金价格人民币400到600元 成为年轻族群定期投资新宠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 美国首府华盛顿的政坛爆发多起新冠确诊 使得一个重要的国会亚洲访问团 在这个周末临时喊咖无法成行 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包括了众院议长裴洛西 而这个六个官员群染的名单里面 还包括了司法部长参议员 那么总统拜登由于和裴洛西 曾经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现在筛检结果初步呈现阴性 美国现在是每四个确诊者当中 就有三个是感染了BA2 它的高传染力让专家警告 完全进入后疫情时代的美国 真的不可以大意 目前大众的防疫思维 全球的主流思维是转成跟病毒共存 部分地区有确诊数的确再度攀升 但是美国从纽约的百老汇剧场 一直到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场 已经都恢复了满满的人潮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些新冠疫情 由于BA2或者是待会我们会报道 日本甚至出了新的变异株 那么在这些逐渐看起来又死灰复燃 传播非常迅速的疫情新一波的潮流里面 与疫情共存绝大多数的国家 他们有哪些防疫量能以及他们怎么做 Focus留在美国 美国大法官要出现了第一位非裔的女性 她获得美国总统拜登 提名的是51岁的女法官杰克森 7号通过了参议院的表决 整个审核的程序持续了超过20个小时 今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就会由她上任 她是接替以83岁高龄退休的布瑞尔大法官的空缺 而她也曾经做过布瑞尔大法官的书记 未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是五男四女 这将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年来性别最为平均的一次 我们一起来了解 完全反映美国最终价值取向的美国最高法院 有了这位新的大法官 他所揭示的时代意义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俄乌战情 首先在前半段的时间 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俄罗斯被联合国大会通过停权的新闻 那至于俄乌的战情我们待会会报道 俄罗斯的人在人权理事会的资格遭到UN停权 俄罗斯为了自己的面子 马上宣布是他退出这个人权理事会 不过这次联合国的会员国有一半没有投下赞成票 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 即将在乌东的顿巴斯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那么这一些及时的情况都让北约的国家同意 要再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 供应的包括了各种高科技武器 而美国通过了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天然气 至于欧盟仰赖俄罗斯最多的一个地区 他们会分阶段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煤炭 还要透过经济军事外销各个层面 继续持续压迫莫斯科 希望能够尽快停战 好 这真是一个极端气候灾难不停的春天 现在是4月刚开始 而美国西岸的加州已经热到摄氏32度 这个热浪让很多人都受不了 这也意味着野火季节提早来到 美国各个区域有各种不同的民营电力供应商 电线 电塔 各种基础设备 都几十年的历史应该算是老旧了 2018年加州就因为高压电线没有保养断裂 森林大火夺去了小镇85条人命 电力公司在那时候也破产了 在2018年以后 各个电力公司经常在天灾来临前预防性的断电 好 广告之后我们要来为您报道的是 现在整个战事在乌克兰的俄军公式转到乌东 在乌东这边的战事只有更加的惨烈 而在欧战的期间 各种避险性的投资 特别像黄金的金价渐渐飙升 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现一种最新的黄金投资物 叫做金豆 就是你看见的 这个金豆大概一克为单位 它的价格也是百克 一般我们看到金条的百分之一不到 而搜集跟累积这样的金豆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豆理财计划 全面是年轻族群的风潮 也使得中国大陆的豚金潮 又加入了一个新的世代 让那边的黄金价格直接飙涨 我们待会为您介绍最新的金豆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您上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从2010整个年代来说 因为数位技术发展越来越成熟 全球的电影院开始数位化 胶卷放映走入历史 那更不要说很多人根本就不进影厅了 串流好像什么都看得到 不过呢 在2010年代之前 光阴催生故事故事造就电影 这是胶卷年代非常寻常的事 胶卷的没落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印度有一个很知名的老演叫做那林 他的作品天堂电影院致敬胶卷的年代 他用印度村落一个南韩的纯真视角 重现电影播映方法转化这整个进程 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认识光影的迷人 胶卷的难忘 好 接下来Focus拉回亚洲 我们关注的是上海封城 全中国疫情现在他们认为最紧张严峻的地方 上海全封控进入第12天了 星期五通报的新增案例破了2万人 香港的会展中心改成了一个超大的方舱医院 他们的方舱医院一个比一个大 而这个最大的新方舱医院可以收治5万人 那么民众的买菜就医这些问题依旧持续恶化 甚至再度出现有宠物犬 科技犬 因为整个社区防疫过档 他放在社区管委会 因为家里的狗粮已经完全没了 没想到管委会的委员把这只科技犬当街打死 欧战持续 而且国际观察家全部都说短期内部会结束 全球的避险情绪一直升温 金价居高不下 欧战开战的时候 一盎司2050美元的高价 中国的黄金市场非常热 而黄金消费族群有一个主力叫年轻人 因为他们专门用金豆理财 画面上你看到那么小小一颗金豆 好像贝壳或海鲨一样用瓶子来收集 因为小颗金豆负担得起 台并1800到2700元就可以入手 每隔一段时间买一颗 那如何在小瓶子里面做投资计划呢 现在在中国非常的火爆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就直接来看目前的乌冬战情 俄罗斯的军队现在重整集结 他们果然朝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挺进 跟美方情报预估的方向一样 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即将陷入腥风雪雨 地方首长呼吁民众尽速撤离 大批的民众搭火车到西部的利沃夫避难 南部有一个三万人的小城市 以灵活的战术智取了进犯的俄军 而俄军撤退之后 基辅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呼吁各国 赶快把大使馆再签回基辅 目前只有土耳其和立陶宛 按照他的呼吁重开基辅使馆 其他各国当然还在观望 好 接下来看全球另外一场战争 就是疫情 新的变种变异株的疫情 台湾也正在承受 Gena说重来的疫情 除了我们头条看的美国之外 现在还有日本 全国周间确诊数的确高升了 Omicron的变形BA2 现在是日本的主流 特别是东京BA2的感染迅速上升 疑似案例将近七成 两周就增加了三成 工业专家也警告 Omicron又出现最新的亚变异株 叫X1 它是由BA1和BA2组合而成的 重组病毒 传染速度比BA2还要高很多 日本目前还没有出现案例 但是英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群体感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祝福您周末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